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拜登访问巴尔蒂摩大桥 联合国要求以色列对战争最负责 日春时下周一覆盖北美 各位观众完 欢迎收看4月5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鸾 拜登总统今天在巴尔蒂摩亲眼目睹了倒塌的大桥 3月26日新加坡货船达利号撞上大桥 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失踪 大桥被毁 不过目前来说 总统誓言用联邦资金权额支付大桥重建费用的言论 正引发越来越多党派议员的反弹 重建这座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海港至关重要 总统的这项承诺引发了党派之间日益激烈的争论 究竟谁应该为重建大桥的这笔资金买单 拜登在今天访问了巴尔蒂摩从空中亲眼目睹了大桥的破坏情况 以及正在进行当中的抢救工作 如此庞大的恢复和重建行动究竟要花费多少金钱 目前还难以判断 由多个政府机构组成的小组正在评估这个庞大的数字 交通部已经从紧急救援基金里面 拨款了6000万美元给马里兰州 众议院自由党团则在推特上发文称 要求拜登政府在提供更多的联邦资金之前 向导致大桥坍塌的船员公司索要最大程度的赔偿 此外总统还会见了大桥坍塌时遇难的6位工人家属 其中两人的遗体在事故发生的几天之后被找到 另外4人被推定死亡但遗体尚未发现 根据马里兰州交通管理局的说法 这座大桥于1972年开始建工 当时的成本超过了6000万美元 46年后的今天想要重建大桥未必会更快 而且由于大桥位于工作水稻港口之上 建造过程会变得更加复杂 以色列军方在今天发布了一份报告 承认将运送食物的援助车辆当成了恐怖分子 导致将其集会后7名无辜志愿者的死亡 该国已经解雇了两名对此事负责的高级军官 但联合国却不依不饶 要求以色列承认犯下的战争罪 并且受到法庭的审判 加萨战争已经进行了6个月 以色列军方在今天发布了迄今为止 最彻底也是最公开的认错报告 全人在加萨杀害了无辜的平民 以色列军方表示 几名指挥官违反了军事规程 决策失误 导致了一系列致命事件的发生 他们口中所说的事件 指的就是周一晚上10点左右 世界中央厨房的援助车队 从加萨海岸线的码头出发 向南行驶途中遭遇变故 以色列军方称 其部队在这辆援助卡车上 发现了一名持枪歹徒 这些援助卡车 经过世界中央厨房的休息中心时 又用四辆车加入了车队 随后就继续向东行驶 于晚上10点46分 到达了附近的一个仓库 当他们在仓库卸下援助货物时 以色列军队错误地将其中一名乘客 肩上夸着的背包当成了武器 就当这些车队向南离开时 以色列指挥官下达了攻击目标 第一辆车于晚上11点09分被击中 一些乘客醒存了下来 逃进了下一辆车 但两分钟之后 空袭又击中了半英里外的另外一辆车 随后到了晚上11点13分 第三枚飞弹击中了最后一辆车 短短四分钟之内 世界中央厨房小组的七名成员全部丧身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 今天解除了两名参与事件军官的职务 世界中央厨房则在声明中 称这些惩戒行为是重要的步骤 但表示如果不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将会有更多的失误 更多的道歉和更多悲痛的家庭 而联合国也在今天 投票要求以色列必须承认 他们在加萨犯下的战争罪 不过目前来看 这场战争不但不会停止 而且规模可能还会继续扩大 因为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在今天透露 政府高层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并且积极准备伊朗在下周内 可能发动的重大袭击 以回应以色列周一在大马士革发动的攻击 以色列和美国政府正在加紧努力 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因为他们预计伊朗的袭击 可能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展开 并且美国和以色列的资产和人员 都将会面临成为攻击目标的风险 很多分析师都试图预测 美联储何时会开始降息 有人说大约会在6月或是7月 但一位对美联储有着一定影响力的权威人士 在今天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今年可能不会降息 这一言论让不少的投资人有心忡忡 收盘铃声响起 尽管收盘时通常会有欢呼声 但今天许多投资者似乎很紧张 因为他们听说美联储可能不会降息 关于这番言论的关键人物 就是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 尼尔卡什利 他说降息仍在讨论之中 但也可能不会发生 卡什利在一个影响力巨大的董事会小组中 拥有发言权 有些年份还拥有投票权 该小组被称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 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比较乐观 但鲍威尔并未承诺 今年一定会降息 他只是说整体的通膨趋势良好 但最近的报告却并非如此 油价昨天创下了五个月以来的新高 就是其中的一个信号 全北美的天空下周一将会被日全石笼罩 从德克萨斯州延伸到缅因州 几分钟内人们能够肉眼观测到这一天文奇观 不过如果没有佩戴滤镜 刺眼的阳光可能会对视力构成影响 特别是在使用望远镜等观测工具时 甚至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失明 日全石代表着月亮从地球和太阳之间穿过 挡住了太阳的光药 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天文奇观 数百万国人想在下周一一睹它的风采 美国眼科学会则表示 即便只有几秒钟 一般的太阳眼睛也是不够的 寻找经过认真的日时眼睛 和带有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太阳观测器 非常重要 专家强调如果没有这些滤镜 长时间的直视太阳将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下周一全国各地的航班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联邦航空管理局警告说 飞机和无人机由于天气的情况都会出现延误 当然还有潜在的道路危险 发布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分析发现 在2017年日时前后 交通风险增加了31%左右 观赏奇观的同时保持安全至关重要 墨西哥或将迎来首位女总统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墨西哥将会在周日进行首场总统辩论会 当前执政党的候选人克劳迪亚新包姆势头最猛 也与拜登政府都属左翼政权 而反对党的候选人也一样是名女性 无论谁来当选都将成为该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 克劳迪亚新鲍姆希望能够成为墨西哥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统 作为执政党的候选人 她在民调中遥遥领先 他的主要挑战者就是作为反对派联盟的索西特尔加尔韦斯 排名第三的则是前国会议员豪尔赫阿瓦雷斯梅内斯 无论谁在6月份的选举中胜出都将决定墨西哥与美国未来的关系 但肯伍德是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 他说与边境有关的问题 例如贸易和贩毒自然十分关键 而移民问题则是重中之重 克劳迪亚新邦姆毫不掩饰地表示她将会继续推行 现任总统洛佩斯的左翼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策 虽然与拜登政府都属左翼 但伍德表示 近年来美墨两国的合作不算和谐 此外随着中国政府继续增加在拉丁美洲的投资 墨西哥与中国未来的关系也将是总统大选的重点话题 但决定美墨关系未来的不仅仅是 墨西哥的选民也与美国11月份的大选有关 两国关系的基调可能会由下一任总统的个性来决定 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日前在加塞云送物资时授以军空袭 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不满 在国际社会压力下 以色列国防军5日对外公布了调查结果 只有军官错误处理关键讯息 违反军方的交战规则 已经将两名军官撤职 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目前在加塞云送物资时受以军空袭 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强烈不满 以军公布的调查结果发现 由一名少校从模糊的无人机镜头 声称见到物资车中有人携带武器 认为是哈马斯武装人员 一名上校继而根据相关报告 受以无人机对车队进行一系列致命打击 造成7名无辜的工作人员死亡 调查后显示 以军并未确认车辆是否与世界中央厨房有关 军方事前收到通知 只将有装甲车而非货车 将慈善组织从物资仓库接走 不过军方未有阅读信息 误认车辆是运送武装分子 以军调查结果认为 观察到有人携带武器的说法并非事实 攻击三辆物资车严重违反以军指令和标准军事行动步骤 重申军方交战规则定名 必须在目测时基于多个原因 才能以一个目标识别为威胁 然后才进行打击 以军发言人表示 两名违反军方交战规则的军官已被撤职 形容事件是一场悲剧 将确保不会再发生同类事件 世界中央厨房表示 如果没有系统性改革 以色列将有更多军事失败 呼吁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 认为以军无法可信的调查 自身在加萨的问题 弹麦一艘军舰 4日测试飞弹系统期间发生故障 导致飞弹处于带发射的状态 军方要暂时关闭连接波罗的海 与大贝尔特海峡航道的海上和空中交通 以免有船只或飞机被飞弹碎片击中 据法新社报道 大麦军方当天发声明时 停泊在科斯海军基地的 尼尔斯尤尔号护卫舰 在测试武器系统期间 一枚于擦拭反舰导弹的助推器被击破后无法关闭 导致导弹始终处于带发状态 丹麦军方说 在助推器无法关闭的状态下 有飞弹发射并飞行数公里的风险 距离军舰7公里以内的海域和空运被化为危险区 并在故障排除前暂停海上和空中交通 而海峡大桥的路面交通未受影响 相关区域海上和空中交通当天下午开始关闭 持续数小时后到晚上8点才恢复 科斯基地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所在的西兰岛西部 隔着大贝尔特海峡与丹麦的飞鹰岛相望 大贝尔特海峡位于全球最繁忙的海上航线之一 也是进出波罗的海的主要海上通道 有报道指出 丹麦国家海事局早已向船只发警示 要求不要通过大贝尔特海峡 只该区有导弹碎片掉落的风险 丹麦媒体2号报道 另一艘丹麦护卫舰伊费维特费尔特号 3月在鸿海执行防御野门胡塞武装攻击的护航任务期间 多套武器装备出现问题 包括相控阵雷达作战管理系统和舰炮炮弹 伊费维特费尔特号是尼尔斯友号的姊妹舰 原定4月中旬结束部署 但已提前返回大麦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南湾居民在春假期间体验了罕见的雪景之旅 而非传统的海滩假期 任何其的家庭们纷纷前往山区欣赏四月大雪 享受雪中稀稀的乐趣 立刻天文台附近的壮观景色吸引了许多游客 但出于道路安全的考虑 部分上山的路段已经遭暴风闭 完美的南湾春假之旅 从原本的海滩之旅 变成了开往汉密尔顿山去看雪景 威尔默埃尔南德斯和他的孩子们 正在享受四月的大雪 这是圣河西南德一线的景象 而他们却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在前往立刻天文台的路上 游客更是发现了最佳的位置 他们都在欣赏四月的雪景 天文台成了民众的最爱之一 不过当记者开车抵达 立刻天文台的游客中心时 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因为现场一个人都没有 在记者惊讶的同时 立刻天文台的首席机械师 戴埃斯皮诺萨却有不同的反应 但今天没有出现如此繁忙的景象 根据官方的说法 就当记者跋涉上山之后 当局出于对行车安全的考虑 关闭了上山的道路 这意味着亚伦和他的家人 比他们自己知道的还要幸运 今年的春季比往常更为寒冷 但对于游客们来说 这样的景色也别有一番风味 在今年秋天即将进行的大选中 女性的声音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少数组业媒体中心邀请了专家 妇女机构代表共同讨论 关于女权运动在从政 生育权及家庭照顾强制暴力等等 所面临的种种状况 进行了线上讨论 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司法中心 选举政府项目研究员 Maya Kronberg通过一个报告 讲述了女性候选人 受到的一些不公正的暴力和影响 据报告数据显示 超过40%的立法者 在过去几年中遭受威胁 其中90%以上的州立法者 和50%以上的地方官员 受到了权力滥用和虐待 尤其是女性和有色人种 报告显示 女性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女性 更容易受到种族歧视 和仇恨性语言的影响 在言语上 女性受到的虐待是男性的私背 但大多数人因害怕报复 而没有采取任何对抗措施 她强调当其他公众人物 公开反对虐待行为 这样女性就不会感到孤立无援 提倡女性生育自由的 美国男方少数族裔女性团体 Sister Song执行长Monica Simpson 强调了需关注女性的生育公平 2023年 有五分之一的女性 需要跨州进行堕胎 花费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全国工人联盟主席 Ijan Poo深入探讨了美国看护的关键问题 讲述了美国工薪阶层争取利益的过程 And yet we don't have a national program that helps everyday families afford child care We don't have a federal paid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program And we don't have a long-term care benefit What we have is 53 million overstretched family caregivers 布雷迪控枪组织的副主席 Shika Hamilton他指出 布雷迪组织作为全国最古老的枪支预防和管控的跨党派组织 帮助各个州通过枪支安全立法改变枪支行业 他提到拜登政府将枪支暴力问题作为优先事项 布雷迪组织也促进成立了白宫的第一个预防枪支暴力 并希望能为下一代创造更好 更安全的未来 其中 女性将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In our resolve to end this epidemic And our rallying call Or you can say warning to politicians Was mom's vote The impact of the million mom march was felt almost immediately Stalled gun safety legislation started to sail through state houses That to the polls Through their advocacy Several NRA stalwarts were voted out of Congress During the 2000 election And two states passed a referendum to close the gun show loophole 稍待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一起关注4月5号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主要指数周五高开 此前3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 显示出就业市场的韧性 尽管这意味着美联储更加不急于降息 来到尾盘 三大股指维持着涨势不变 但是三大股指本周均路得跌幅 收盘时 道雄斯指数上涨了307点 收报38904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99点 收报16248点 标牌指数则是上涨了57点 最后收报5204点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3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轻松炒稿预期 表明劳动力市场继续加速增长 报告显示 3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长了30.3万人 远高于预期的20万人 失业率小幅下降至3.8% 符合预期 劳动力参与率上升至62.7% 较2月份上涨了0.2个百分点 3月份的工资比前一个月增长了0.3%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1% 均符合预期 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常见的行业 其中医疗行业以7.2万人居首 其次是政府部门7.1万人 不过虽然整体失业率有所下降 但是非裔的失业率飙升至6.4% 上涨了0.8个百分点 于2022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持平 亚裔和拉丁裔的失业率都大幅下降 分别降至2.5%和4.5% 各五方面的消息 苹果在加州解雇了600多名雇员 这是苹果电动车和手表屏幕研发项目 喊停的其中一环 被裁撤的职位中 其中87人在屏幕研发基地工作 其他人则与苹果汽车项目相关 苹果2月底开始逐步终止上述两个项目 这原本被视为推进公司技术 或进入新领域的重大举措 苹果因为成本和技术问题 喊停了电动车的项目 而屏幕研发则是因为工程 供应商和成本的挑战而被关闭 根据报告 一些汽车部门的员工 被调网了其他的团队 例如AI或者家用机器人 在今天收盘时 苹果的股价上涨了0.4% 收报每股169.5元 强生同意收购医疗设备商Sharkwave 交易金额为125亿美元 根据协议 美股的Sharkwave收购价为335元 较三月底消息曝光前 有17%的溢价 加上承担债务 交易总值为131亿元 Sharkwave生产的设备 主要是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 去年该公司录得7.3亿元的收入 在今天收盘时 强生的股价下跌了0.07% 收报每股152.3元 以上就是华外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您带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4月5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以及愉快的周末假期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